在当地时间的昨天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在新西兰南岛的瓦纳卡机场 成功的释放了一个超压气球 那么在接下来的100天的时间里 这个超压气球将在南半球中尾渡带的近太空绕地飞行 并且实施科研任务 冲气 释放 早上10点50分 这个足球场大小的超压气球正式升空 别看它貌不惊人 作用却不小 气球鞋带着科学检测仪器 飞上距离地面33.4公里的高空 根据计划 它将漂浮100天或者更长时间 在两到三次绕地旅行期间 尝试探测从银河系之外而来 穿过地球大气层的超高能宇宙粒子 有别于传统零压气球只能在夏季 于极力附近实现长时间飞行的特点 冲入加压氦气的超压气球 能够经受住一定昼夜温差 并保持体积不变 因而能在温带地区进行恒定高度的科研试飞 正是看重这一优点 自2015年起 NASA就在新西兰 数度尝试释放超压气球 无奈最终都因天气原因而受阻或夭折 虽然是一次性使用 但超压气球可以以低廉代价实现近太空的研究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